哈囉 薩莫愛 歡迎來到頻道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試試看 印尼的泡麵 薩莫愛 那因為之前呢 我有到這個巴黎島去旅行 在那邊的時候有看到了很多這種 呃... 印尼口味的泡麵 那我自己也已經吃過三種口味 那我發現印尼的泡麵呢 他們口味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的重 口味超級重 然後再加上他的調味料 呃...他的調味料也蠻多的 像我之前吃的那種泡麵 他是一個調味料 然後還有三個醬包 然後他們大部分好像很多 他們乾麵好像偏多 所以那個乾麵就加了非常多的調味粉 跟醬包 然後下去之後呢 再一起拌拌拌拌拌開然後再吃 然後... 味道很重 然後...很辣 所以可能比較 比較不是普遍的台灣人能夠接受的口味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試試看 之前在印尼買到的這個 This is in公司出的... New Dos 好不好 米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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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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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薩 大薩 壓馬 勃 特別 好不好 印尼我...我也是會的 好不好 又少看我 好啦...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打開看看到底裡面有什麼樣子 有點期待 因為其實 東南亞的... 外包裝是看起來...外包裝看起來很好吃喔 我覺得這個外包裝看起來很好吃 那希望我們待會吃起來也是跟外包裝看起來一樣好吃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喔! 欸盒子非常的特別欸 好啦 那 接下來我們就要準備來打開囉 來 來來來 3 2 1 將將~~~~~ 看一下 看一下有什麼 欸它還有附叉子欸 好可愛喔 它這個畫面還有附叉子 好啦 那麼打開之後呢 它總共有這麼多這個調理包 但是我非常非常非常不確定 這兩個應該是最後才加吧 因為如果先加進去的話 倒出來 欸?!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很方便的是 它有一個可以倒水的孔 所以我們試試可以把我們的麵跟這個全部加進去 然後一起煮 呃一起泡起來之後 然後再利用 這個 再利用它蓋子的這個設 再利用它這個蓋子的設計呢 可以把水濾出來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好不好 那不然我們就 這樣子試試看 然後 我們的這個辣椒粉跟醬包 則是我們在最後呢 才把它拌 拌進去的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 加進去吧 好啦 那我們目前呢 我們把所有的 呃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泡的東西 都放進去的 然後 待會呢我們就加水 然後蓋上蓋子 然後讓它泡三分鐘 三分鐘之後 我們再把水倒出來 就完成了 好不好 那我們一起去加水吧 Let's go 好啦 各位觀眾 那三分鐘過去啊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 最緊張的時刻了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泡麵 到底是不是這樣泡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 待會呢 會把它從 水呢 會把它從 這個地方呢 給 讓它流出來 到我們的碗裡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 準備來打開 揭曉 這個印尼泡麵 到底有沒有成功啊 來吧 Let's go 好 那這樣我們的水呢 已經差不多到光了 這個很香欸 它有 感覺有 呃 番茄 的味道 然後也有 馬鈴薯的味道 這可以喝嗎 還是這個 原本就是可以 原本就是這樣吃了 試試看好了 可以耶 這可以喝欸 湯很好喝欸 這湯很好喝欸 不會真的是這樣泡吧 如果是的話也太屌了嘛 它就是 它就是把我剛剛說的東西 加進去 然後 泡完麵之後呢 倒出來 它會自己 另外變成一碗湯 這湯很甜欸 就是有 就是像 有一點 一點點 番茄湯的感覺 然後但是 喔 番茄馬鈴薯湯的感覺 這個有讓我驚豔到欸 這個泡麵有點屌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的 印尼泡麵到底 變成怎麼樣了吧 Let's go 來 這是我們剛 旁邊看到有一些 這些殘渣 就是我剛剛有加進去的 應該是 馬鈴薯跟番茄之類的東西 好不好 那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 剩下的醬包給加進去 嘿嘿嘿嘿 就可以來享用我們的印尼 歐唷唷 差一點差一點 差一點 嚇死我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用這個 可愛的小叉子 這叉子有點可愛 把它拌開 好了 那這樣已經拌得差不多了 就是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 印尼 應該是番茄 Potato 炒麵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囉 來吧 我們的第一口 試試看印尼 炒麵 味道呢 比我想像中的蛋耶 它是比較 感覺是比較清淡型的 而且 它這感覺是蔬菜麵 我們可以看 它那個包裝 因為它的包裝外面看起來 它的這個外包裝看起來就是 番茄 番茄 馬鈴薯麵的感覺 然後吃起來呢 就是番茄 馬鈴薯麵的感覺 不過它的那個 馬鈴薯泥啊 吃起來很 很像 就是那種 餐廳會拌進去的那種 馬鈴薯碎泥 你看 我們一口麵呢 然後再搭上 它的那個馬鈴薯碎泥 然後再搭上 一些些的番茄碎塊 其實蠻好吃的 只是沒有想像中的口味中 會辣 然後其實真正讓我驚豔的 真的是這個湯 我完全沒有想到 拿進去泡 泡完的水 倒出來可以直接變成湯 台灣怎麼沒有這種設計 啊 這湯真的超特別 給大家看 應該看得到吧 它是有一點 呃 這應該是馬鈴薯的顏色 然後 它剛剛 在它的麵條裡面 有附一包 那個調味粉 那個我覺得就是 那個湯頭的 味道的來源 然後泡完之後呢 麵條還是會有味道 我覺得真的是很厲害 從一到二到三十年度 粉 在這裡 木守 然後 海蘇 就好 橄油 水 放在這裡 水 水 那 它們 好啦 那總之呢 這個泡麵其實 外表看起來就是一般的炒麵 但是它真的讓我很驚豔的是它的那個湯 那把水還有它的 呃 乾燥的馬鈴薯跟番茄 然後還有湯頭的調味粉 加到這整個裡面之後 然後不然可以做成 番茄馬鈴薯湯以外 順便還可以把麵給泡開 然後再把這個湯呢 給倒出來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好不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印尼泡麵啦 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不知道在台灣能不能買得到啦 可能要找找看才有辦法 不過我覺得應該機會不太大 好不好 那如果最後呢大家有什麼 也想要我吃吃看的泡麵 不管是好吃的難吃的奇怪的 因為我發現吃泡麵的 感覺可以做成一個特輯 好不好 所以大家有什麼推薦的泡麵呢 可以在影片的底下留言 然後我看到之後呢 我就會去想辦法 看有沒有辦法在台灣找找 或者是請人從國外買回來 然後就來挑戰給大家看看喔 那我們下一次見囉 影片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面幫我點一個喜歡 並且在這邊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